不可以多的 你每天用中央浸泡是不行的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打算每天浸泡 一定要只用熱水 所以譬如上次 你會看到艾葉30元一大閘 所以你發覺整個家序買了 都夠兩個星期用 大家分開而已 30元 一人拿一閘回去 一閘一閘 一個星期才用 一閘小閘 一個拳頭拿著 所以不用自己買了之後 把它吞掉 因為你都不知道用到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 但整個家序有20-30人 有些40人的話 就已經足夠了 已經足夠那個星期 或者兩個星期 或者半個月用 所以 譬如舉個簡單例子 有人問過我 可以這樣用艾葉用法 有些人說 譬如那人有乾火 是虛火 那不能補的 那怎麼做呢 又不能喝下顏色水 所以就是用艾葉去浸腳 這樣就會降了虛火 降了乾火 基本上甚麼火都會降了 基本上用艾葉浸腳 降了之後 你就可以喝綠色水 就是這樣用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要等乾火降 就不知道要何時降 被人擊擊 乾火又上來 茫茫又乾火上來 咬牙又乾火上來 其實你找艾葉浸一浸腳 浸了之後 翌日便可以喝綠色水 就是這樣用的 記住 全部你的狀虎有火的話 無論是虛火還是實火 都是不能補的 一定要讓火先降了 所以為甚麼會提議你們用艾葉浸腳 但問題是 就這樣用熱水浸腳 都已經會降到虛火 不過是慢一點 這個讓大家知道 接下來我們會說 這次的第二個功課 第一個功課 先有一點重溫 還有給你三個好處理解 因為水那裡有很多資料說的 第一個功課 喝兩至三公升水 原因很簡單 就是其實我們身體失去了 50%的糖是沒問題的 50%的脂肪是沒問題的 50%的蛋白質也沒問題 但如果收到20%的水就會死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年輕人 是傻傻的 就是他們為了打拳繩 因為是磅磅磅的 所以他們會做了一件事 泰拳很喜歡做這麼傻的事 就是怎樣呢 就是他們經常不喝水 還要穿著褲子跳繩 很多這樣的西人就叮 缺水馬上叮 因為缺水到某個階段就叮死 所以打拳的年輕人 以為自己的體能力都定得到 可以做或打打托繩 用這種減磅 然後走去磅 讓他們能夠合起 格數的磅 這種缺水方法 你身體少於缺二十個%的水 你就會磁碎 所以水在我們身體上很重要 並且最大問題是這樣的 問題就是我們很小時候 在說10歲之前喝的水量 其實跟我們四、五十歲喝的水量差不多 其實這就是我們八至十歲的時候 建立的習慣 但問題是你十歲的時候 你的體重是多少? 你現在的體重是多少? 當然不要提了 但問題是有時候有些是差十倍 有時候差五倍 但你的水量是一樣的 所以你進去的食物開始會塞住 所以你不喝足夠的水量 你慢慢年紀越大 你發覺越多東西會塞住 會塞住臉、頭、眼睛、不同的撞斧 尤其是如果你做工作環境 我們那時候分享過 有玻璃纖維的話就會開始生流 其實如果你喝足夠的水 玻璃纖維也可以衝出來 但你喝不夠水的話 這就是那個問題 所以其實喝夠水基本上有三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導致你的身體中和酸性 大量放低脂肪 第二個好處是使得你的肝有得休息 你說喝水洗我的肝有得休息 為甚麼?誰想知道 原來它使得你的肝有得休息 能夠幫你大量的消脂 因為原因是肝是人體的化工廠 它是負責消化肉和脂肪的 但如果我們喝水少的話 我們的腎因為沒有足夠的水 因為排出的小便不能夠過酸 過酸你整個尿道都會感染 完全會燒傷它 所以如果沒有足夠的水 它不能夠排大量的酸 於是大量的酸和毒素 不能夠由腎帶走 就會交給肝去做這個工作 但肝要做完它的工作的話 它就會放下自己的刺一樣的工作 就是燒脂肪 所以通常少喝水的人 肝又放棄他的工作的話 就會產生脂肪肝 明白嗎? 因為肝不再去消化肉 不再去消化脂肪 它先搞定你的酸性 因為那些酸性是當前的梗 所以當我們常常去喝水的時候 你會發現開始 所以你看到一些人少喝水 他們不太渴望 為甚麼? 因為這就是身體保護的機制 而事實上 他就以為自己不需要水 但如果你多喝水 你會發現你越來越口渴 你越來越口渴的感覺 為甚麼? 因為腎去做他的工作 他願意放出多餘的水 你的身體就會覺得需要補充這些水 所以當一個人喝了兩、三個禮拜的水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會釀肝 肝已經有機會去休息 他不需要做腎的工作 他就可以燒掉你的身體當中的千年脂肪 所以你會發現脂肪就會消失 所以肝會做自己的工作 第三個好處 原來當肝和腎兩個狀腑都做好工作 你會發現你的胃口就會好 並且你會發現你會慢慢… 你對食物的味道會覺得好吃很多 你胃口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你開始生肌肉 有些人覺得生肌肉也不能生肌肉 吃多少也不能生肌肉 原因是你的肝和腎的功能差 它不會讓你自己生肌肉 因為肌肉產生大量的新陳代謝 大量的 所以肝和腎自己也不能應付日常工作 它不會讓你的胃口提升 而產生足夠的肌肉 所以你只是多脂肪、少肌肉 就是這個意思 但當肝腎功能好 它就會容許這麼奢侈的肌肉 從你的身體生出來 所以當肝腎功能好 你會發現你開始胃口好 生肌肉不是生肌肉 但如我所說 當你多肌肉的話 其實你的歲數是會更加長壽的 因為按著肌肉的百分比 越多肌肉的人 就歲數越高 好了 接下來我們說這次第二個功課 記住第二個功課 就是下星期會問你 有沒有做這兩個功課 第一個就是喝兩至三公升水 第二個功課就是 每天有沒有做這個呼吸 就是早午晚做手下而已 呼吸十下而已 很簡單 這個工作不是太難 所以呼吸這十下而已 所以變成不是太難 因為我們一起做這個實習 不過現在我慢慢會讓你理解 究竟那樣是甚麼 為何我們會用兩個星期 去講這個呼吸 你慢慢去指導 其實我們連續在 已經講了七個星期的訊息 第一個星期開始講的時候 其實是告訴我們 我們圍繞著關於人體酸鹼度去講 這就是所有中醫最遺漏的 一個最致命傷 即是近代 因為記住 在古代 我們的大自然 我們的生活是平衡的 但在近代 唯有酸鹼度是最不平衡的 因為工廠工業革命的產生 而導致很多問題 我們連續幾個星期 看到我們身體維持酸鹼度的重要性 因為我們的身體是靠電子的 經過說電子 如果酸度高的話 電子全部縮起來 其實每一個細胞 根本就不能夠通訊 不能夠做事 包括它們所有的排泄和運輸 都是行電子的 你的神經線是行電子的 你的細胞知道自己現在 在哪個狀況和做甚麼的訊號 全部是跟整體不斷溝通的 每一個線體要留多少的 製造多少酵素 多少這些荷爾蒙出來 全部都是甚麼 全部都是行電子通知它的 如果你的酸度高 就會把所有電子都塞掉 等於全部都落底 沒有政府 政府打了 那是沒得玩的 明白嗎 所以為何酸鹼度 是保持著你的生物機器 有效率和輕鬆工作 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但問題是這個 卻是現時的環境變得最大的 墨西哥、中國 是變得最大的一個環境 就是酸性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的身體 其實用了80% 80% 你所有的能源 所有的體能 所有的營養 去維持酸鹼度 如果我們不能夠三件 有三種的健康 健康的情緒 健康的生活狀式 以及健康的食物的話 你的身體就用盡所有資源 去維持酸鹼度 所以你會經常累 經常病 經常有很多問題 你的器官會破壞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 原來酸鹼度維持得到的話 你的身體其實是根本不費吹灰之力 是沒有任何一顆細菌 可以攻擊它